因為今天莊副在立法院有提到說 就是兒童 季行的輝瑞BNT疫苗會延到16號的清晨抵達 那部長您先前說 大概是希望在5月20號之前 可以讓這個兒童疫苗開打 那現在是不是會 要往後延 大概時間會變成什麼時候 第一個大概是 藥物大概15號起飛16號到 不過這也不是100% 我知道他航班已經定了 那當然如果時間到了 就是進來了之後 我們在安排他施導的一個施程 開打時間會晚於5月20號嗎 就是兒童的BNT 很有可能 謝謝 想要請教 因為今天莊副在立法院有提到說 就是兒童季行的輝瑞BNT疫苗會延到16號的清晨抵達 那部長您先前說 大概是希望在5月20號之前 可以讓這個兒童疫苗開打 那現在是不是會要往後延 大概時間會變成什麼時候 另外還有想要請教食藥署 就是目前還有幾家廠商在申請唾液快篩 那審查的 進度如何 謝謝 第一個大概是 藥物大概15號起飛16號到 不過這也不是100% 不過我們知道他航班已經定了 那當然如果時間到了 就是進來了之後 我們再安排他施導的一個時程 應該是有十幾家在申請喔 但是要求補件都還沒有補齊 部長 所以這樣的話開打時間會晚於5月20號嗎 就是兒童的BNT 很有可能 謝謝 好 focus 謝謝部長 是想要請教說 明天上路的三類民眾快篩陽性 經過醫師人員確認之後 可以視為確診 想問一下醫師人員會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判斷說是真的確診 會不會要求民眾 就是直接在視訊診療的時候 再做一次快篩 然後也想問第二個問題是說 如果被發現就是販售自行飲用的快篩販賣的話 會有罰則嗎 謝謝 如果自行販售 然後他不具有醫療器材商的 這個其實都是不可以 所以依照醫療器材管理法的第70條 我們會 儲於3萬到100萬的劃緩 對 我們剛才講過就是說 請他再事先先把快篩 準備好來 你恐怕沒有辦法在現場再做過一次 等待的時間等等的 那基本上就是把日期姓名 那快篩結果跟健保卡一起拍照好 然後在視訊診療的時候轉 可以轉上去 那醫師當然會跟你做一些相關的一些請教跟一些問診 那如果雙方有共識 那沒有問題 基本上是一個陽性的通報個案 如果雙方如果不確定 會有一些其他的疑問的時候 那可能就安排做PCR MING PAO CANADA